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五代画家董源创作的这个龙素焦鸣图 像他这样的这种篇幅,这种构图在五代时期都是比较少见的 我们知道的,一般在五代以及到宋啊,他都是采用这种全景式构图 而且一般来说,相对来说他这种长高,大于这个宽的这种篇幅 像他这种长宽,基本上一样的这种篇幅是比较少的 这样的创作格是比较少的 那么从整个去看他的构图,整个构图 中间是一个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山脉,偏右边 然后左右两边分成两条这样的一个线路 一条左边是水,右边是一条路 然后最后游近极远,最后再远处 这样形成一个汇合的这样一个画面 那么从近处的这种山的画法 以及山以及树的这种画法 包括小到这种人物点几 都画得特别的精彩 特别是在这张画里面呢 也体现了他对这个皮马春的应用 那么这张画呢,他也尚有这个青蕊的颜色 那么这张篇稿呢 从颜色上来说应该是 跟原画应该是有一些区别的 他这个是一个不算高反 就是那么一个打印的一个画稿 就是说从色彩上应该是有区别的 那么真正的这个真谛是在台北工工博物院 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那里看一下 那么从这张画呢 我们主要来学习 第一个他这种皮马春的画法 第二很多地方这个树如何去组合 以及点叶甲叶这种远速凡头等等的这些画法 特别中间那种凡头啊 以及点胎的这种画法都很精彩了 那么包括这个点景的这种人物的动态啊 画的也十分精彩啊 还有远处的这种桥啊以及窗啊 那么都值得我们反复的去领摩啊 那么等会呢我们就把它拉近来看 来看这些细节的部分啊 先从近处的这个啊 这一组树开始右下角这一组树开始啊 就是它的整个动态 我们拉近来看一下 那么这一组树呢 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啊 前面部分它基本上是围绕着一个啊 在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石头上面啊 去组合啊中间互相之间的穿插前后左右啊 那么这一块基本上用的都是什么 都是点液我们去看啊 基本上用的都是点液 那么它通过什么来区分 或者说来啊让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混乱啊 大家注意看啊 这块它用的是这种圆形的啊点液啊 圆形的这种点液啊 那么这一块呢用的是这种啊 散针型的这种点液啊 也就是说我们啊 画的是针型的这种 好这边呢用的是大横点的这种点液 好到下面这一块呢 是玩下垂的这种针型的这种叶子啊 好到了右边这一块啊 它为了让右边这个树更好的去衔接 或者说把这个前后的空间拉开 这一块它采取的是一个什么 夹叶的这种画法啊 夹叶的这种画法 特别是这块颜色啊 如果这一块再用黑色啊 前后的这种啊 感觉叶子就会很很感觉会粘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了啊 所以它这块你看啊 用的是这种夹叶法 然后呢把这个后面的叶子去拉开它的空间的关系 好然后到了右边呢 又是这种夹叶啊 穿插这种点液去画啊 所以它这么组合的方式啊 其实是比较值得我们借鉴啊 包括从它树的这种 以色的关系啊 互相的穿插啊 这样的话呢 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整体 在这一块 那么特别是这一块书密的对比啊 能够让这一块的石头啊 这块石头这种颜色啊 能够去看起来比较舒服 好 这一块呢 有一个地方啊 就是说它往这一块后面 而且这一块有一条路啊 沿着这边再往后面去 好 再到了右边呢 它仍然是有一组树啊 到这边已经到了画外去 但这一组树呢 大家看这 这里有一颗树 它是往左边啊 跟 往左边跟中间这个这组树 有一个呼应的关系啊 如果说我们想想一下 如果说把这棵树啊 撇到外面去的话呢 整个画面的这种感觉就会 啊 没那么舒服啊 它形成这样一种呼应的关系之后呢 第一个跟石头的这种空间啊 能够去拉得更开啊 这样的话呢 整个这块石头上面呢 也不会显得太空啊 然后呢 这个镜子的时候 它在去画这个树的时候啊 从它整个的这种安排上 我们可以去值得学习的地方啊 如何去利用这种形状的变化 点液 以及这种假液的这种变化组合啊 能够把一组树更好的去表达出来啊 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地方 好 那么它往左边去呢 是一条这样的河啊 到这一块 那么下面这个是有一个很很传的一段啊 这个一条船 然后呢 有一群人在这样的一个跳舞 这种点景的人物啊 画的也很精彩 就在这一块点景的人物画的特别小 但是呢 把这种动态以及神态都表现得很好啊 然后再往左边去了 是又是一组啊 又是一组树 好 这组树呢 主要是通过它的一个 也是点液跟假液的这种对比啊 把这种形状啊 能够去去分开 好 在这一块我觉得它处理的很好的是 这一块略微的留了一点白能够让它透过去啊 在这一块啊 这是我觉得我们在去画的时候也能够学会像这样去处理 也就是说在啊表达这种河旁边的这种树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把下面会画的太满啊 能够让它有这种穿过去的这种感觉 这样的话就很好啊 好 那么看到河对岸去啊 仍然有一组一组的人 其实画人的时候它也是一样的 就跟我们画点液也是一样的 就是它也担就一个沮丧啊 三窗无惧的这种感觉 好 然后再往后面是它的一个什么 一个房子 那么房子由近几远 它慢慢的藏着一个渐变啊 后面呢啊 加了一些这种小的这种树啊 来把这种房子的这种感觉啊 把它包在里面啊 就是说啊 不是显得很突兀 这个房子好像隐隐约约藏在那里面去的感觉 那么古人常用的这种方法啊 就他会把这个房子呢 往往会藏在这个树里面啊 比如说有块藏在树后面 后面藏在石的后面都有可能啊 这就是古人常用的这种方法 好 那么沿着这条水呢 好 不断的往后延伸 不断往后延伸 那么形成不断形成一条 这样S形的种曲线 好 到这块有个小 好 慢慢的再往后延伸 那么我们再去看这种 嗯 它在画这种石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它都是一个 左边来一块 右边来一块 再左边来一块啊 这样去角左 能够把空间表现得更加的 啊 辽口啊 这是我们在去学习古人的时候 啊 可以多去借鉴他的地方 就是我们啊 是左右互相穿插的这种感觉啊 那么这跟我们去 学原代这种迷赞啊 包括他们这种三段式构图 其实也都是一样的一个一个道理啊 包括到了后面这种点击人物 特别小的小穿的这种感觉啊 都能够跟前面有一个呼应 也就是说呢 画面它是有一个叙事性的 好 我们再看右边的这种 这种树啊 也就是这种啊 能够还能够看到叶的这种树啊 它就画的时候呢 是分了几层去画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啊 就它墨色的一个啊 重的啊 淡的这种变化 那么再往后面呢 啊 这种树呢 它其实就是变成一个点胎了啊 直接用点去表示啊 就我们看不到具体的这种树的形状啊 都是用一些啊 什么点去表示啊 好 那么在这块呢 它也用了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用的这个石绿的这种颜色啊 石绿的这种颜色去点胎来表示 而且当它这块石绿呢 它并不会说特别显眼啊 它只是在某些地方穿插着点了一些进去啊 整个来说呢 它前面是上的这种啊 轻绿的这种颜色啊 特别是中间这一块啊 中间这块上的这种轻绿的颜色 好 那么右边这一块刚刚讲到啊 就是说古人很擅长把这个房子藏在一个小地方啊 好看这一块 那么它就是把这个你看 藏在这个前后的树前后都被树重包裹着啊 然后里面呢穿上两个房子 好这一块吧 这一块很有意思 是这个不知道是饭的这个啊 古代的这个灯还是什么啊 看这一块啊 三个白色的也就在五代的时期 你看这三个白色这个东西啊 在这一块 而且它有意的把这一块居然是啊 留白了的那种感觉 也就是说这个应该是类似于灯的这种效果啊 好 然后呢 从这往后延伸出去啊 越到后面呢 树越远啊 再到后面呢 这种形状啊 颜色啊 越来越淡 好 整个这段话呢 我觉得 那可以多去做一些临摹啊 第一个呢 不断的去啊 学习它对这种比目的这种处理啊 第二呢 去体会它在这种很多细节上的安排 包括有一些点景上的这种小的人物啊 为什么把这个人物啊 放在那么一个地方啊 放在这个树 你看放在这个树里面啊 这就放得很好 啊 这样的话 放在这个里面有个什么好的 就是 或沿着这个人从这里 给这个房子啊 有个连线 就人是从这里进去啊 我们自然而然的从这里进去啊 给人有这样一种的联想啊 就是说 古人去画画的时候 他讲究意境 意境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 更多的能够让人去啊 产生一些啊 画外的联想啊 这就古人去画画的时候 往往想要表达的东西